倩德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 夏总 我特别想娶你 但是不是你说的吗 男人又以事业为重啊 来不及了 我哥和我嫂子 为了争夺我家的家产 给我介绍了一个远方的表弟 非要让我嫁不去 啊 这个 就我哥和我嫂子那样的人 你还不清楚吗 把公司交给他们 那不得败光了我爸的心血啊 我爸深圳他俩是这样的人 所以给了我一年的时间 必须让我找个上门女婿 一年之内必须生孩子 啊 那你没嫁在家事 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 我不管 你得帮我 哇呀 啊 你躲得可不得真够深的呀 你这样 你嫂子啊 那个远航本弟 上次见过你以后 一眼就想中你了 这事啊 我给你嫂子做主了 走 跟我回家说 一眼 多眼容是吧 你会不会说话 等会哈 小伙儿你们都没见过 你们就说合适 再说了 我玩都有男朋友了 是吧 有男朋友了 对 你去哪呢 我呀 琴琴说话 样样精通哦 咋的 这能当饭吃吗 就是啊 妈妈 我跟你说你嫂子那个表弟 那是做了一手好菜 上的天堂 下的厨房 我跟你嫂子都挺满意的 哦 原来就一只胳膊呀 会不会说话 你什么都不会 能配得上我家晚来吗 但是 我有 你们没有 知道吧 我们这个呀 能吃能睡 能捣乱啊 你们给我等着啊 走 哥 嫂子 今天幸亏有你俩在 要不然他真拿不下他 你就放心吧 因为我跟你嫂子在 没有本屏的事 下集图大事 再找我们啊 不是 下董啊 你没透露我呀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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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呀 是